好的 主播 画面中可以看到 纽约市布鲁克林区街道淹在水里 还有垃圾漂浮 另一边 地铁站的墙壁不断漏水淹过铁轨 而楼梯也变成小型的瀑布 纽约市周五下起破纪录的暴雨 光布鲁克林区在三个小时内 就下了整个月的雨量 一度有17条地铁线暂停行事 还在持续恢复中 而拉瓜迪亚机场和甘乃迪机场 周五共停飞501架来往的航班 甘乃迪机场甚至出现215毫米的雨量 成为史上最潮湿的一天 那么美国气象局数据显示 光29号这天的降雨量 就让纽约市今年9月 成为史上第二潮湿的月份 降雨量超过355毫米 是141年来最多的雨量 这不好雨还持续蔓延到 包括纽泽西州在内的三州地区 因此继纽约市长岛和哈德逊河谷后 纽泽西州也发布紧急状态 预计影响2500万人 预估到隔天周六早上 雨量还会持续增加 美国气象局也发布洪水警报 以上是目前最新消息 现场交换给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